国学热以来 什么国学大师 国学应用大师 过疆之急啊 用集装箱批发的集装箱不够用啊 满嘴跑火车 瞎忽悠 根本不着边际啊 一个姓翟的 他忽悠佛字 你看他们怎么解释佛 佛呀 左边是一个人字 右边是个美元的符号 调过来 佛就是人拿着美元啊 佛也是爱钱的 这叫佛头捉粪啊 造孽 他根本不懂 这佛字怎么来啊 各位啊 佛字其实对凡门的音译 这翻译就是音译 那么呢 佛字本身呢 什么含义呢 在一种凡门中啊 它是觉悟的意思 这觉悟很复杂 自觉 觉他 觉形圆满 很多复杂的意思 当然了 这佛字后来呢 在大乘小乘佛教中啊 还专门指佛 你比如说在小乘佛教中 专门指释迦牟尼佛 在大乘佛教中 那只啊 所有修行圆满的人 三十十方 处处有佛 但是呢 这个佛呀 它可以翻译成什么呢 原来是佛陀 梵文啊 布特翻译成佛陀 有人翻译成什么 佛图 布他 这都是佛啊 这个梵文的音译 和美援是毫无关系啊 这佛教2000年前 传进中国 美国什么时候成立呢 大家知道 1776年7月14号 对不对 独立宣言发表美国成立 美援什么时候出现呢 1792年 美国诸弊法通过 美援诞生 再说和佛字毫无关系 就在这种忽悠啊 不作边际 离谱得很啊 一个江湖片子 就这样毫无常识的忽悠 招摇过世 还什么啊 这个学校 那个学校的兼职教授 还美国国家大学的兼职教授 那一听就是个野气大学 穿个假学位服到处招摇 这就是国学人中的乌烟瘴气